大家都知道徐亮有着黄金左脚的美誉 殊不知徐克汉姆的右脚也是他的致命武器 这不上海身心队就活性中招了 作为国安队脚法最为细腻的球员 徐亮常常会担任队内的点球手 但在众多点球得分中 唯有这几勺子点球让人印象深刻 在近两个赛季里只要是碰上广州恒大 徐亮总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2012赛季做客广州天河体育场 徐亮就用两个极为相似的进球 两次动穿了阳军罚手的球门 打出了国安队无畏强敌的精神 下面就是徐克汉姆招牌式的弯刀时刻 2012赛季的津津得比 徐亮用他那华丽的脚法征服了凯达的防线 有时候人强反而生一种负担 2011赛季国安队双杀成都谢飞联 徐亮在这两场比赛中都有进球 不过只有这几百步穿扬让精神球迷无法忘华 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 徐亮在进球之后走向球迷的深深敬意 在国安队中徐亮曾三次敲开过广州恒大队的球门 俨然有股恒大特性的味道 而这一切都是从这季圆越弯刀开始的 对于门将而言 徐亮绝对是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球员之一 哪怕是那些成名已久的国门 对于这一点 贵州茅台队的国门张烈感同身受 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一件事情上面栽跟头 那只能用悲哀来形容 同一场比赛 张烈两次被徐克汉姆的弯刀细耍 增一个悲哀了得 从裴恩才时代算起 江苏顺天队一直都是快难啃的硬骨头 而在德拉干入主之后 江苏队越发的不好队伍 但是在徐亮的面前 就算是昏迷土式的防守 也会露出破绽 在徐亮众多的进球中 最让京城球迷动聋的 就是对阵打连时得的这脚62米超级调盛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这类进球绝对有资格成为上赛季中超的最佳进球 而这也是徐亮职业生涯中最绚丽的一笔 给大家放入主汉 帮大家放入主汉